下一個是做很多題目的基礎 叫做原子量跟分子量 好,原子質量很小,量不出來有多重 但是我可以量出來兩個原子之間質量的比值 那我有比值之後,我找個東西當標準 就可以把大家的量都定好 就可以代表你的質量的大小 那這叫做所謂的原子量 原子量就是原子的質量,原子的相對質量 就是比值的意思 我能夠知道比值1比2,3比4 然後我找個當標準,大家要定好找誰當標準 碳等於12當標準,然後呢,比值 然後呢,氫氧氮氮,就是我當初告訴過你要費的 碳氫氧氮氮的原子量要費 會討應該也會給 可是這個在比方考試可能不給,其他都會給,OK 原子量 原子的相對質量 因為它是一個比值,所以單位都消掉了 所以它只有大小沒有單位,沒有單位 OK 但是它可以代表質量的多少 然後呢,越大就質量越大 兩倍,然後質量是你的兩倍 然後呢,這個我們在國中程度 我們可以把原子量當作它的質量數 還是有接觸到同位數的關係 所以剛初有一個學習 但讓你去算過這個碳的原子量 它就不是剛好12或13 那這個國中並沒有仔細講 剛初你做過,知道就可以了,OK 那麼分子量就是跟原子量代表比值 分子量、分子的質量、分子的相對質量 那麼做法就是把原子量加起來 因為分子是由原子構成的 所以就把原子量加起來 就是等於我的分子量 所以呢,這個告訴你 二氧化碳這樣加12、16、14 就分子量,OK 那跟你講過了,考試題目很少 直接問你這玩意兒的分子量是多少 但是因為你在後面算末的時候要用到它 所以你必須要會算 就是所謂的分子量,OK 好,這個就是算原子量 A比B、B比C算一算比較這樣就可以了 那原子量是相對的比值算出來的 所以你的假X的話就是 X比16要變成5比4 他說告訴我5比4 所以算完之後呢就叫做20 所以假的原子量就是20 OK 那你要背下來碳是12 又可以告訴你說 那麼以比上碳是多少 那請問你假是多少 碳12你是要背的,OK 好 請問你就這樣 碳 假比上碳告訴你9比4 你要記得碳12 然後呢以比假是4比3 然後呢請問你比是多少 OK 請問你4比4 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29 29 29 29在睡著了,昏倒了,不理他 28 28 27 36 36 你坐下 你答案選的是36 好 假設X 所以X比12是9比4 算出來X是27 然後以是Y,Y比27等於4比3 所以算出來Y是36 OK 好 那鋁是27 碳是12 那請問你 同樣樹木的81克的鋁 那碳是多少 那就是筆直嘛 就是筆直啊 原來是質量筆直啊 一樣多就一樣的筆啊 好 又沒有比較多或比較少 然後可愛大帥哥 對不起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 3號 蛤? 比什麼? 又是36啊 剛剛是不是36 36 把筆直到27比14嘛 會81比X嘛 就blahblahblah 就算出來 就36克嘛 就是 跟各位講 原質量分質量的做法 那麼我們 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筆直了解一下 原質量就是筆直 就透過來比來比去 就把答案算出來了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OK